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看第166期的果摸资讯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9月底又会哪些厂家公布的新品呢? 制作视频不易,还望能得到你的三连助力 答应我,一定要做一个爱三连的GitBot 那让我们赶紧开始本期资讯吧 次元巨像只会带来了6款产品 分别是两款零压的本体 一款巨手组件,一款手杖组件,一款连枪组件 还有一款支架组件 老实说,这样的6款产品将是从一款产品里面分割出来的 好处就是,每一款有着单独的售价 也便于玩家自行选择搭配,可以把钱花在刀刃上 那让我们来看看这6样东西,分别都有些啥 首先看到的是零压本体 这款的预定价格是268元 现货价格为308元 人偶的全高约15厘米 它的配件有4张替换脸 它的面雕虽不是可动眼设计,但做了拆卸眼 玩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替换不同的眼球 算是增添了些玩法 另外,手型有6对,还有一对替换的肤色手臂 和一对造型翅膀 帽子一个,背部连接组件一个 支架组件一套,手部备用关节一对 还有一对带有手掌的武装连接光剑 再来回到它的价格 作为一款全涂装的6寸可动手办 268元的预定价,真的是性价比很高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零压的二号本体 它的预定价格为99元 官方说明,这是特殊活动款,捷单寄挺 它的全高约14厘米 拥有人物本体一个,替换脸4张 与一号本体的脸型一样 它也带有拆卸眼设计,能够更换眼球 替换手型6对,替换脚4对 头部水晶连接线两根 机械小风车一个,仰头替换脖子一个 支架组件一套,手部备用关节一对 这99元的价格真的是卷出天际 那再次想想,有伤的那几只脚都得卖到大几十块 眼前的这99元可真的是太值了 再来看到人偶的主体形象 是一位身穿泳装的妹妹 身材虽谈不上火辣,但还是挺诱人的 如果你是购买了两款灵压素体 你还能够进行换装搭配 那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的素体得到了全面升级 采用了全CNC质膜 材料和结构都得到了更新 更加耐玩 并且在涂装和仪印方面也得到了升级 质感有所提升 随后我们来看到灵压的额外配件 巨手组件 它的预定价格为58元 现货价为68元 从手指指尖到尾端的全长约31厘米 手掌上每个指尖都带有可动 后段类似鞭子的延长件 也都带有多段可动 还会配有一个魔法特效件 它可以作为灵压的召唤物 也可以搭配普通的6寸人偶 算是一个带有可动的互动摆件 具体怎么玩 还得是看屏幕前的各位 来发挥你们自己的想象力 哦对了,如果你购买两个巨手的话 可以解锁一些不同的玩法 这里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想让巨手浮空 或者是承托起人偶 得配合支架使用 接着我们看到的是 灵压额外配件的第二种 手掌组件 它的预定价格为48元 现货价为58元 全特效件装配展开 全长约19.5厘米 分为手杖本体一个 大型魔法特效件一个 和三个连接件 它的存在可以作为 灵压的配套武器使用 胜在尺寸比较大 与刚刚的巨手搭配 可以完成灵压的完全体状态 来看到第三种额外配件 连枪组件 它的预定价格为48元 现货价58元 不展开状态下 全长约18.8厘米 分为连枪本体一个 和大型镰刀特效件一个 这套连枪组件 丰富了灵压的近战属性 能够看出 它的尺寸 对比起人偶的话 还是算挺大的 此时 双持的状态 也是非常的炸裂 可以看出 厂家有把灵压的三种武器 进行单独售卖 它们的尺寸 都是比较巨大的 价格都在5848 玩家们可以按需而配 那最后就是支架组件了 它的预定价格为18元 主要服务于购买过多款武器的玩家 有了多款支架 就能够熬出些更加夸张的pose 现阶段 预定了的玩家 还能够获得特点 左思右思的替换眼睛 并且官方称 后续还会有追加惊喜哦 看样子官方是要卷到底啊 总的来说 厂家的这波操作 我还是挺认可的 把每一款配件和产品都分开售卖 让玩家能够买到 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这在国产六寸产品中 还是头一回见到 但目前这套产品的 预计出货时间为25年的第一季度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感觉如何呢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 别人讨论一下 窝之河这回带来的是 窝的一世界冒险系列第三弹 复苏者格丽莎 它的配件有 主体一个 三张可替换的面雕 三对替换手型 眼球调节棒一个 地台支架一套 预定的特点为土堆 可以将格丽莎的手臂 拔下后安装在上面 营造出复活的场景 刚刚聊到的三张替换脸 只有一张张嘴脸 是带有可动眼的 其他两张均为一印脸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眉毛可以调整角度 来配合它的不同表情 看起来会更加的生动些 关于它的主体形象 是一个身上缠满绷带的僵尸 窝之河采用了全新设计的素体 来还原原画的凹凸有质和肉感 你别说 这僵尸看起来确实是挺肉的 而且那绷带贼大 你觉得呢 目前这款格丽莎的预计售价为258元 预计出货时间 25年的第一季度 不知道这样一位肉感复苏者 会是你的菜吗 随后我只可还公布了 多款新品的灰魔 让我眼前一亮的 就是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堆罐子怪 这玩意儿居然还能够搭配别的人偶使用 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并且还会配有宝箱 能够替换 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箱子怪 算是一款蛮特别的产品 关于其他的新品 他们都会在WF展上展出 到时候我给大家来拍一拍 看看实体的表现 又会是怎样 降昏机这回事联合了解线机 共同开发了衍生的机娘产品 分别是毛笋和黑豹 这两位机娘从原画上来看 还是挺带劲的 并且比例都为1比10比例 高度约16.5厘米 应该与他们家常规的机娘尺寸差不多 想必在WF展上会看到这两个灰魔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期不期待这两位机娘呢 塑形这回更新了狙击手 雷奥尼的官图 这是一款1比12比例的可动人偶 它的全高约15.5厘米 它的全身都带有涂装 整体的外观呢 采用的是经典的兔女狼形象 并配有螺旋样式的双马尾发型 丝袜也是一只脚有穿 另外一只脚则是没穿 它的替换表情点一共有4张 虽说不是可动眼设计 但这个颜值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挺好看的 并且有些表情呢 表现的是有点水平啊 那在它的武器配件方面呢 有6对替换手型 士气张一个 必顿引眉 兔耳朵两对 装备固定腿环两个 地台支架一套 另外它的武器部分 则是以拼装的样式呈现 其中包含它的主武器 狙击枪和两枚弹夹 还有武器战术箱 手枪格洛克18 和两发手枪弹夹 以及手枪战术快拔枪套 和战术弓兵铲 以上这些武器 都需要玩家自行拼装 那目前这款产品的特点是 战术手型 握持手一对 和实体的狗牌 目前本款产品的 预售价格为288元 预计出货时间 25年的第二季度 核能剧阵这回带来了 三款新品 首先看到的是 飓风飞黄 这是核能剧阵原创IP 赛博森林系列的 昆虫系女性角色 飓风飞黄 叶风蝉 它人偶的全高约16厘米 带有一辆机车摩托 身上的甲虫盔甲 看上去多少有点 假面骑士的元素 再看它的配色 我感觉是有点致敬 林医里面的炎落蝗虫 记得它们家还有一个红色 像喀布托一样的鸡娘 也有点期待 接着登场的是 赛博森林里的 狂炫音豹 这是该系列里面的 飞行系女性角色 玛丽亚 施特劳斯 它有着一对蝙蝠翅膀 和一把硕大的镰刀 蝙蝠翅膀 能够变成独立的飞行器 另外它还有一把吉他 和两个类似音响的小蝙蝠 这个玩意要看起来 跟人鱼还挺配 看样子到时候 能够组一个小乐队了 是不是 第三款登场的是 核能剧阵原创IP 仪式系列机甲 白色神材 本品的高度约25厘米 是他们家除鸡娘产品之外的 首款机甲产品 外观方面有着很独特的造型 与那些擦边钢扑拉很不一样 算是有自己的风格 至于好不好看 还得是屏幕弦的各位 你来说的算 届时这三款产品 也会登陆上海WF 到时候给大家拍一拍 看一看 看看实物会长什么样 繁静的哪吒 此次是公开了售价 分别是199的标准版 和299的豪华版 两个版本的差别 在于豪华版增加了三头四臂 额外增加一个面雕 风火轮回带有灯效 多一把火箭枪 增加四对手型 火焰底座支架一套 名牌一个 从玩点来看 299的豪华版 可玩性会丰富上很多 反观普通版 则会平淡一些 另外官方还给它 配备了一个配件包 一对蓝花纸和莲花地台 那再结合刚刚的两个版本 每一款的价格会再上涨30元 此时标准版 加配件包的价格为229元 豪华版 加配件包的价格为329元 首批预定的玩家 还能够获得预售特点 一对特殊手型 和一个透明材质的乾坤圈 以及透明材质的阴阳双剑 那关于它的出货时间 目前不得而知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行留意一下 恒模线的超线零点第二弹 孤影它来了 这款模型是 1比10比例的拼装模型 它的全高约19厘米 虽说是超线零点的第二弹 但在它的身上 一点都没看出 上一款塔斯提尔的影子 可谓是有很多新规部分 然后整体的造型 也会偏向于忍者风格 并且还配备了一个鬼面 以及布衣披风 让它看起来非常的酷炫 配件包的内容为 黎明众小队 孤影本体中含有的 额外黑色外甲板件 和红色透明件 通过替换红黑配色 与配件包中的四个面具 与武器搭配 从而组成的新的四名成员 分别是 01 02 03 04 具体来说 配件包里面呢 就是配备了四名成员的 面具及武器 还配备了一道多功能面板 除了可以挂载武器外 孤影或者其他成员 也可以通过连接壁 摆出身体站在墙上的动作 所以说这套配件包 能够让孤影切换成不同的角色 这黎明众小队 仿佛就有点像是 暗部一样的感觉啊 目前这款孤影的主体售价 为99元 孤影配件包的售价为59元 通用地台的售价为39元 套装售价为188元 预计出货时间 24年的年底 购买套装的玩家 还能够获得特点 适配于孤影专用的 武器特效件和闪电特效件 有一说一 这两条特效件的加入 给孤影的档次直接翻了一番 在武器特效件部分 它还做出了能量流动的效果 这个摆起POSE来就很加分啊 能够表现出人偶的动势 魔兽之四也是带来了 多款新品的预告 至于之前看过的呢 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我们就来看看 之前没有看到过的 就比如说 现在所登场的霸王 上次玩后的表现呢 使得整体非常的厚重 看起来极具攻击性 而且也有着很强的防御力 是目前先祖效应机体中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 随后看到的是温猴 没想到这次展出的灰魔 它在背部增加了飞行装置 并且整体的造型也有做微调 感觉得去WF现场实际看一看 接日登场的这个预告 就有点炸裂了 是他们联合了解线机 共同推出的卓越级毛损 首先把它放到卓越级 想必是会走亲民路线 但外价细节 如此丰富的机体 做成小比例 我感觉是挺有难度的 期待魔兽能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咯 接着是公布了卓越级 饭天丸的实物表现 主体配色依旧走的是 至争级同款分色 部分外甲的造型 是有点不同的 从现有的资料上来看 武器装备的规格 与至争级保持一致 这点很好 接下来就看它的价格 和发售时间了 很是期待它的表现 接着登场的是 同为卓越级的 近卫兵特战型 好家伙 之前说好还做成拼装版的 适合我这种手残胆来玩 那它的整体外观风格 非常的粗犷 很有军武风 此外还有猎狐拳小队 同样也是变成了 成品的卓越级 这三款毛子机 带有不同的装备 无论是手上的利爪 还是背后的大刀 又或者是大盾或大炮 无不体现这款机体的攻击性 不知道这样粗犷的机体 是否合你的胃口 最后他们带来了两款 王者荣耀的机体 都为卓越级的合金成品模型 分别是后翼的无尽星芒 还有孙悟空的起舔大圣 但从两款的会模上来看 有高度的还原游戏中的形象 且在外形方面 增添了很多机甲细节 样子我觉得是OK的 接下来就等价格和发售时间了 这联名可别搞得太贵 届时我们去WF现场 看看两款的实物表现 最后魔兽还公布了 智政X级黄雷我的会模 这次的黄雷我 与之前的原话呢 有点出入 它在背部增加了两条巨手 这4B的样子确实挺酷炫 只是后面的连接感 似乎有点单薄了 希望能改得更自然些 关于这边呢 依旧是大张的超级系风格 不知道你是否期待这款产品的 还没完 魔兽又公布了 智政X级战国魔神 豪将军的上色实物 它的整体外观 有着极大程度的魔感 要是不上这身配色的话 第一眼估计很难会被认出 那如今上了色之后 就能够一目了然了 那除了它的整体外观方面呢 对于武器的各个形态 也进行了一一展示 并且似乎胸部的X标志 也能够发光 到时候去WF现场一探究竟啊 这回WF的限定品 是一款金色配色的湖中骑士 价格830元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感觉如何呢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 留言讨论一下 CCS这回带来了两套产品的预告 首先看到的是 名为铁匠系列的首款产品 真盖塔世界最后之日中的盖塔小队 它包含了盖塔的三种形态 据小道消息称 每款产品的高度约15至18厘米 应该会带有合金 预估的价格在1500上下 如果这些消息准确的话 可以把它看作单款售价500左右 这样一想好像也还过得去啊 期待日后官方来公布它的更多信息吧 其后他们还推出了一款可动人偶 是细胞分裂中的 山姆费蛇尔 它的比例应该是1比12比例 可惜官方只公布了这么一张图片 对于它的其他信息呢 都不得而知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信留意一下 海亚玩具这回带来的是千禧年哥斯拉 本品的全高约18厘米 带有一对可替换的手型 玩具的外观 终时再现哥斯拉凶狠的眼神 如爬虫类般的利尺与大嘴 激利的墨绿色皮肤等皮套细节 鸭齿和利爪 以泛黄的旧化涂装 让它更具生物感 背脊末端则是采用了紫色涂装 让它格外的抢眼 全身附有多额关节 尾巴也由多段关节组合而成 活动性还算不错 可以参考一下官图的表现 目前这款千禧年哥斯拉的 预定售价为249元 预计出货时间 25年的第二季度 你别说 这款的官图拍的真的是有模有样 还原度也挺高的 希望明年第二季度的大货 也能维持一样的水准 圣斯基这回带来的是 彩透版斯巴达克 19周年K50限定版 它的整体外甲配色 以透明深蓝为主 在深黑色骨架的硬沉下 呈现出一种深邃的藏青色 同时搭配上小黄鸭经典的透明黄 并点缀以各种废土风格 和街头元素的贴纸 相比起原版活泼可爱的形象 黑武士版则会透露出一丝隐秘和庄重 在我看来也会更帅些 那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的小黄鸭分为透明和实色两只 并且还增加了伤心脸 生气脸 心轻脸 并且配备了一个透明的防毒面具 对比起原版的话 在小华央方面晚点会更多 那目前这款斯巴达克19周年黑武士 限定版它的价格为268元 预计出货时间24年的第四季度 在WF的现场 他们准备了200套的现货 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直接购买 魂上动漫这回带来的是 东印公司授权的铁甲小宝系列 拼装模型第一弹 卡布达合金骨架拼装模型套装 看到它放弃了魔改的设计 我很欣慰 现在模样又有点像是古早玩具的那种设计风格 好不好看 由屏幕前的你来决定 分品的全高约18厘米 带有金属骨架 外加板件的红色黑色银色 部分点缀金属色都有做预涂装 深称能够通过简单的组装 就能够得到类似合金成品的效果 具有完全变形功能 不用拆卸零件 在小跑形态下 提供了三张空白替换脸 并配有多个水贴 可以选择使用 那我觉得本套产品最最大的亮点 就是在于它提供了开凿机和潜水组件 这两套装备的加入 算是能给它增添不少的玩法 另外它还配有多个替换手型 和一套和平心支架地台 目前这款卡布达的零售价格为258元 预售优惠价为198元 预计出货时间为24年的10月底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行动起来了 创世魔王这回带来的是 1比12比例 闪电侠电影中的大本蝙蝠侠 这是款1比12比例的拼装人偶 整体摆件都采用了预涂装工艺 让它拼完之后有着堪比成品的效果 并且还带有三张可替换的脸型 全身各部位还都有软胶零件搭配 来区分不同部位的质感表现 所提供的披风也内置了铁丝和傲造型 经典武器蝙蝠镖和爪钩枪都有附属 目前这套产品的预定价格为139元 预计出货时间24年的11月 鸡和工业带来了一款新品 名叫奥波龙 这是款1比100比例的机体 它到头顶的高度约23厘米 一展最大全长约52厘米 在我看到它的第一瞬间 我惊了一下 嗯?难道是白雪姬? 当我把眼睛擦亮了之后一看主体 我的怪,这不是神高达吗? 这怎么背后的光圈不用 现在改用翅膀了 我觉得这款机体要是纳入到创战者系列里面 应该也是能够让人大敌眼镜啊 能把这两个元素融入到一起 我也是蛮佩服你们的 那至于这款机体好不好看呢 还得是问问屏幕前的各位 你觉得它行不行啊? 不出意外的话 这款产品的产品配置 应该会跟上一款卡绒差不多 价格呢也估计差不多 不过有一说一啊 我现在最最期待的是它的配色 不知道会整成什么样子 有点期待呢 三菱这回带来的是FigZero系列了 1比6比例 蝗虫怪人 这是新假面骑士里面的杂兵啊 它的拳高约29.7厘米 全身拥有超过32个可动关节 面罩下额部分 带有可调节长度的可动设计 全身的服饰 采用的是定制服装 有着很高的还原度 另外 它还配备了五组可替换的手型 一把冲锋步枪 一把带枪套的手枪 目前本款产品的售价为1350元 预计出货时间25年的第一至第二季度 随后还带来了 适配于这一位蝗虫怪人的旋风号摩托车 它的尺寸为 长度35厘米 高度19厘米 宽度9厘米 其实它与之前新一号所骑的旋风号 可以说是同模 只换了个颜色 所以玩法啥都是一模一样 只是这辆旋风号呢 是适配于怪人所骑的摩托车啊 那这款目前的售价为1720元 预计出货时间25年的第一至第二季度 OK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国魔资讯的全部内容 关于WF期间 国魔会上新的一些限定品 我会单开一期 记得关注一下 想要了解更多新鲜好玩的国产模型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你的长按点赞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是神殿组长 我们下期再见 讲